康熙曾用三十名宫女做实验,导致四人死亡,却造福后世上百年,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天花这种传染病,曾让无数人受尽折磨,生活陷入绝望,在那个医疗条件落后的时代,天花几乎成了人们的噩梦,直到清代康熙皇帝的出现,才让这个噩梦有了终结的希望,康熙帝自己也曾感染天花,但他凭借坚强的意志,奇迹般地战胜了病魔。 然而,有历史学者指出,康熙帝在战胜天花的背后或许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据说,他曾用三十名健康的宫女进行实验,导致四人死亡,却也为后世带来了福祉,欢迎收看本宫八历史,点个订阅,一起学习历史知识。 清朝初年,一种名为天花的疾病,如同阴霾般笼罩着大清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这种致命的传染病,对于长期居住在北方寒冷地区的满族人来说,是一个致命的威胁。 所以,这致人死亡的病毒天花历史悠久,最早出现在大约三千到四千年前,通过飞沫传播且传染性极强,感染后,会造成人体多种并发症导致死亡,但若是得过天花痊愈后的人,就不会再感染此病毒了。 但是痊愈后,病人会留下麻子,所以,此病毒被称为天花,当清军入关之前,由于地理环境的隔离,八起子弟几乎未曾接触过天花,然而,随着他们的南下和对中原的统治,这种疾病开始肆虐,甚至席卷了包括皇族在内的无数生命,甚至和同志两位皇帝相继因天花去世。 这让天花在皇室内部引起了恐慌,清朝军事战略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这种疾病的影响,以至于在规划进攻明朝的战略时,特别避开了天花的高发季节,这种恐惧影响了清朝的军事行动。 甚至影响了皇位的传承,康熙的成功登基,有着一个特别的标记,他曾经感染过天花并存活下来,拥有了对天花的免疫力。 天花病毒在曾经的很长一段时间中都没有特效要去治疗,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靠接种牛豆疫苗来预防,接种之后就能让接种人避免再感染病毒,直到今天,世界上已经不存在天花病毒了。 而在几百年前的清朝并未具备这种技术,所以当时康熙的好几个孩子都在幼时就因感染天花而早早夭亡,这令康熙痛心不已。 伤心之余,更是命令手下的御医们找到治愈天花的办法。 登基后,康熙深知天花的威胁,对天花的防控成为了他治国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他的统治期间,蜻蜓在太医院设立了专门的防痘科室,召集了全国的医学专家,尝试寻找对抗天花的有效方法。 康熙的治国理念不仅体现在扩展疆域,稳定政权上,更体现在关注民生,解决疾病带来的威胁上,他渴望为臣民带来安康,摆脱天花的阴霾。 偶然间,康熙得知那类一种可能对抗天花的方法,通过接种天花患者的痘液来获得免疫力,这一方法在理论上可行,但在当时看来,却是极其冒险和前卫的。 经过深思熟虑,康熙决定亲自验证这一方法的有效性为了实验的进行,他选定了30名宫女作为实验对象,这些宫女来自于普通家庭,在实验开始之前。 康熙命令御医采集了即将康复的天花患者的痘液,宫女们被安置在专门的居所中,以确保实验过程中的隔离和观察,实验的具体过程被记录下来,每一个细节都被仔细监控,接种实验进入关键时刻,每一天都似乎比平常更加漫长,宫女们在专门的观察区内度过隔离期,而御医们则密切监测着他们的健康状况,部分宫女开始出现了天花的典型症状,包括发热,头痛和皮疹。 时间久了,最初的恐慌散去,多数宫女的症状开始逐渐缓解,御医们详细记录下了每一项变化。 尽管实验的具体细节被严格保密,但宫女们的异常情况还是免不了引起了一些注意和猜测,实验的第一个月末不幸发生了,四名宫女因为天花的严重并发症而去世,这是一个惨痛的代价。 康熙虽对此深感悲痛,但她没有因此停止实验。 相反,这一事件更加坚定了她寻找防治天花方法的决心。 剩下的宫女在严格的医疗监护下最终痊愈,并对天花有了一定的免疫力。 康熙通过这次实验,首次在人类历史上验证了天花接种的有效性,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方法的普遍适用性。 康熙命令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了后续的实验,清朝政府开始着手于将这一创举推广到更广泛的领域。 首先,康熙下令在皇家子弟和贵族中进行天花接种,以此作为示范,减少他们对这一新方法的恐惧。 在接种过程中,御医团队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方法来收集和处理天花痘液,以避免重复之前导致宫女死亡的悲剧。 他们开始从清正天花患者中提取痘液,并通过一系列的处理程序来确保其安全性。 此外,御医还对接种后的照顾措施进行了优化。 确保了接种者在接种后能够得到最好的观察和治疗,他们发明了熟苗法。 这种方法通过将豆苗与水混合并稀释,降低了接种时的副作用和风险,使得接种变得更加安全可靠。 这一改进,大大增加了民众对天花接种的接受度,御医们的智慧和创新,为天花接种的推广铺平了道路。 他们不仅是医术高超的医者,更是勇于探索的科学家。 为了将天花接种普及出去,清朝政府采取了更进一步的措施来鼓励和推广这一做法。 康熙抵亲自下周宣布天花接种为国家大计,号召全国上下积极参与。 政府还为参与接种的民众提供了激励措施,包括减免税收和提供医疗支持等。 大力推广下,天花接种开始在军队、皇家及民间广泛开展,御医和各地医务人员被派遣到各省进行接种指导和培训,这些医务人员成为了推广天花接种的先锋。 他们深入乡村,传播接种知识,帮助普及天花疫苗。 最初,民众对这种全新的做法难免存有疑虑,一些谣言和恐慌情绪在民间蔓延,阻碍了天花接种的推广。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亲身体会到了接种的好处。 他们看到,那些接种过的人免于了天花的侵袭,而未接种者却遭受了疾病的折磨。 渐渐地,民众开始克服了对接种的恐惧,主动接受这一新生事务,康熙帝的英明决策,御医们的智慧创新,以及政府的大力推广,最终赢得了民众的信任。 康熙晚年时,曾对其子孙们说,国初,人多未出斗,治振得众斗方,诸子女及儿等子女皆以众斗得无恙。 他的这番话,不仅是对自己政绩的肯定,也是对那些在实验中献身的宫女的无声致敬。 这场实验虽然以四名宫女的生命为代价,但却为清朝乃至后世带来了长久的福祉。 如今,天花已被彻底根除,但这段历史永远提醒我们,科学进步的背后,往往伴随着深重的代价,天花接种的成功和普及,大大降低了清朝天花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这种曾经威胁着无数生命的疾病,在康熙的统治下开始没落,人们再也不用像过去那样,生活在对这一致命疾病的恐惧之中,孩子们可以无忧无虑地玩耍,家长们不再为子女的安危而夜不能寐,整个社会的面貌都因为这一创举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康熙不仅解决了困扰清朝多年的天花问题,虽然初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最终造福了无数后世,天花接种法的成功推广,不仅保护了无数人的生命,也开启了人类利用疫苗预防疾病的新纪元。 这一创举标志着人类对抗传染病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当然这种人斗接种法不是百分百有效,还是有很多人死于天花,但效果也是明显的。 康熙之后,史书中就很少看到治弊斗所出斗轰免朝贺等皇帝为了防斗隔离做得奇奇怪怪的事了,康熙晚年还曾对儿子们得意地说,国初人多为出斗。 治振德重斗方,朱子女吉儿等子女借以重斗的无恙,后来,重斗术又陆续传入日本、中东、欧洲和非洲等地,直到1796年,英国人詹纳发现了更为安全有效的牛斗接种法,人斗才逐渐被替代,直到今天,自然界已经不存在天花病毒了。 总之,康熙防治天花的实验对社会贡献是很大的,但是用宫女的生命作为实验品也是非常残酷的。 从那时起,人类不再是被动地等待疾病的侵袭,而是主动出击,利用科学的力量保护自己,这种精神。 一直延续至今,推动着医学的不断进步,康熙的英明决策,御医们的智慧创新,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一个曾经无法战胜的疾病在人类面前低头。 这段历史,见证了人类与疾病抗争的伟大篇章,也彰显了人性的坚韧与智慧。 康熙这一行为的伦理争议在于,他在使用未经证实的医学实践的同时,牺牲了一部分人的自主权,并冒险以他们的生命作为代价。 尽管这些宫女的牺牲带来了全民的健康与福祉,这种做法从现代伦理观来看,仍是难以被完全接受的。 这种伦理与实用之间的矛盾,在康熙的众斗实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折射出权力使用中的责任与挑战。 在实践中,康熙展现了一位君主对国家未来的投资,同时也暴露出当权者在面对全局利益与个体权益时的艰难平衡。